第一章 我是碧飞烟的黑月光 费尽心机追到他后 又狠心将他抛弃 再重逢 他身居高位 全是显霍 而我满身落魄 低着头求他投资我的品牌 他的唇边勾起森冷笑意 求人就是这种态度 一时隔三年 我和碧飞烟在一场投标会上重逢 他开着限量跑车 带着妆容精致的女伴 而我穿着服务生的衣服 低眉顺眼 朝每一个走进来的人 鞠躬陪笑 和他在入口处不弃而喻 抬头的瞬间 我撞进碧飞烟眼底羞涌的暗色 心脏陡然露了半拍 陪在他身侧的女伴 顺着他的目光看过来 疑惑地打亮我一眼 出声询问 你认识他 碧飞烟的脚步顿在我的身侧 冷眼看着我 灰暗的视线划过我的脸和衣服 最终又淡淡一开 不认识 他的语调散漫 又带着十足的讽刺意味 仿佛真的从未认识我 我垂在身侧的指节 瞬间钻得发白 那服务生 帮我们拿杯酒吧 女伴管着碧飞烟的手臂 随意对我开口 我顿了顿 沉默地从一边拿起两杯酒 低着头递过去 眼看女伴就要接过酒杯 一只苍白的手截住了她 屋内的暖气开得很足 几乎叫人出了饱汗 唯独碧飞烟死死盯住我的目光 冷得彻骨寒凉 她抬手一挥 酒杯摔落 挡开清脆响声 我听见碧飞烟平静 却又仿佛厌恶至极的声音 别让她碰我 沧 两周围一片寂静 我沉默地看了一会 然后垂眼 蹲下去 准备用手把玻璃碎片捡起来 手还未触到 玻璃碎片又被昂贵的皮鞋 一脚踢开 碧飞烟居高临下看着我 森冷开口 声音里却又带了似怪异的盲目 我让你捡了吗 我终于抬了头 不躲不闪 看尽她的眼底 你可以帮我一件事吗 我有一家工作室 现在很缺钱 需要很多投资 你看起来很有钱 能投资我吗 大约是惊叹于我的大胆 她身侧的女伴睁大了眼 不可置信地看着我 碧飞烟长节一颤 脸色一点点阴沉下去 最终眼底弥漫开嘲弄 你凭什么觉得 我会帮你 我不在意地点点头 站起来转身就走 那打扰您了 走出没几步 手腕便被冰冷的指尖扣住 夜色之中 碧飞烟死死把我按在原地 双雪般冷漠的神色之下 仍有余目 将应悦 你有什么资格求我 她的笑意讥讽 一字一句开口 当初你要抛弃我时 我也求了你 三我和碧飞烟 相识于大学 交往过 然后又分手 说出去 甚至没人相信 是我抛弃的她 碧飞烟大学时 和现在很不一样 清冷漠然 尤其垂眼时 有种艳丽 与冷色交织的祸人 可这样高座神坛的人 唯独对我俯首称臣 我和碧飞烟的关系 使与我一次次不要脸的纠缠 虽然丢人 效果却很显著 她从漠视我 到习惯我 再到离不开我 无数个漆黑的深夜 少年将我困在怀里 脸庞冷静自尺 唯独说出口的语调 阴雅带着浓稠的毒债语 江应悦 说你只爱我一个人 我乖乖吻上她的唇角 按她的心意哄她 然后就在第二日 提了分手 少年站在雨幕之中 少见的红了眼眶 她也是如同现在一样 死死握着我的手 颤身哀求我 江应悦 不要丢下我 我当时做出的回答 是一根根掰开 她握着我的手指 然后冷下所有神色 语带机翘地看着她 碧飞烟 别缠着我了 我完腻了 阔别三年 如今再见面 她是商界新贵 全是显赫 而我一身落魄 马上失业 伺及了当初的报应 伺我落花而逃 夜里却总睡不安稳 碧飞烟红了眼眶求我的画面 一次次出现在眼前 几乎让我辗转反侧 第二日我代替合伙人 独自前往现有的投资人 举办的酒局 商谈下一步合作 推开门 我的脚步一顿 昏暗不明的光线中 眉目淡漠的男人 坐在沙发里 没有说一句话 却依旧满身金贵 碧飞烟懒懒抬眼 意味不明的视线 停在我的身上 耳后冷淡勾纯吩咐 来了 开始吧 我还不明所以 四周突然围上来一些中年男人 不怀好意 伸手就拿着酒杯往我嘴里灌 还未来得及推剧 碧飞烟淡淡的声线响起 不喝酒 就别想要投资 我已经半抬的手 就这样僵在了半空中 哑然无声 不敢置信 看着碧飞烟 我从小就酒精过敏 大学时有一次不小心误喝了含酒精的饮料 差一点死在宿舍 被人送到医院才保重命 这件事 没人比碧飞烟更清楚 因为 当初是她送我去的医院 碧飞烟那时把我抱在怀中 力道很大 指尖却有些微微颤抖 招视着她的后怕 她向我沉默 我以后不会让你再遇见这种情况 誓言依旧言犹在耳 可时隔今年 却是她亲手塑造了同样的场景 推我入局 吾我低着头没说话 碧飞烟看我沉默 修长的指尖 拂过酒杯边沿 眉眼露出一点讥讽 这就不愿意了 我还以为你 她的话戛然而止 迎着碧飞烟骤然沉下去的目光 我快速拿过一杯酒 没有任何犹豫 喝了下去 酒入喉的瞬间 我和碧飞烟的视线相撞 看见了她眼底铺天盖地的暗色 几乎让人窒息 下一刻 清脆的摔杂声传来 碧飞烟突然发怒 大声呵斥 让所有的人都滚出去 再抬头 她已经站到我的身侧 扶着我的手 小心翼翼 声音却咬牙切齿 吐出来 将应悦 不是敢涌上来 我扶着墙 吐得昏天暗地 吐完后 还没来得及缓一缓 腰间伸出一双炽热的手 把我抵在了幽暗的墙角 碧飞烟 把我牢牢禁锢在她的怀中 寂静的距离之下 温热的呼吸 喷在我的脸颊 她的目光 灰暗难言 为什么喝下那杯酒 你是笃定 我会像以前一样爱你 一定会对你不忍心 像你服软是吗 我沉默地看着她 空荡的房内 只剩下死一般的寂静 片刻后 碧飞烟捏了捏眉心 她避开我的视线 薄唇抿得很紧 眼角发红 声音带着微微颤抖 江一女 你当初和我在一起时 究竟有没有爱过我 六包箱门就在下一刻被打开 恰如其分的 撞碎了 我差点就要说出口的话 眉目冷艳的女人走进来 见到我后 微微一愣 旋即平静走到 碧飞烟的身侧 她朝着我浅浅一笑 你好 你是这次飞烟投资的 工作时负责人吧 我是她的未婚妻 门缝中隐约传来 服务生羡慕的谈论 清晰传入我的耳中 刚刚走过去的 是碧总的女朋友吗 看起来好有气质 和碧总真是般配 对啊 听说她们青梅竹马 从小一起长大 很早就定了婚约呢 我看着眼前 并肩站在一起的两人 男俊女美 分外般配 只是落到我的眼中 莫名有些刺目 让人不敢再看 我低下头 垂在身侧的纸节钻的发白 碧飞烟似乎想开口 却又在触及我的目光后 忽然闭上嘴 她深深看着我 仿佛在等着我的反应 沉默了片刻 我抬头 对着她们笑得随意 转过身 拉开包厢门 那我就不打扰了 在碧飞烟 几乎是错愕的目光下 我平静开口 正好时间也晚了 我男朋友要来接我了 七九局那日后 工作室突然收到了一大笔投资 堪堪让我们度过了最艰难的一段时间 但是我很少再看见碧飞烟 她仿佛突然从我的世界消失 无迹可循 有的时候 我看着桌面上 那一份投资协议末页签下的名字 会有些恍惚 雪白纸页上的字迹 锐利而散漫 让我有些陌生 我突然自嘲般笑开 她如今已经有未婚妻 我和她早就是过去时 我不应该抱任何幻想 恰好工作室有了起色 我的工作量骤然增多 每天忙得不可开交 甚至没时间吃饭 做完最后一项设计稿 我走出工作室大门 外面下了一场大暴雨 时间太晚 合伙人已经离开 雨夜打车也变得很困难 我只能选择走回家 走到一半时 胃中突然传来脚痛 仿佛周身力气在瞬间被抽干 我的脸色变得苍白 慢慢蹲下身 试图缓解疼痛 效果微乎其微 瓢泼大雨之下 我的伞骨已经摇摇欲坠 就在我咬牙 准备站起来撑着走回家时 一辆黑色卡燕 缓缓停在了我的面前 车窗被摇下 露出碧飞烟清冷的侧脸 她垂眸淡淡开口 上车 巴犹豫了片刻 我还是上了车 车内的暖气开得很足 瞬间驱散了 我身上寒凉 和我的满身狼狈不同 必非烟皮肤冷白 满身金贵 视线扫过我湿透的外套 她扯开唇角 声线带着嘲讽 你男朋友呢 不来接你 我捏紧了衣角 努力让忽冷忽热之下 不受控制 变得昏尘的脑袋清醒过来 她很忙 没时间来接我 必非烟沉默的敏唇 侧脸在暗光下 轮廓流畅 却刻薄地 让人有些发寒 只有冷白的纸节 死死握着方向盘 车子很快到了 我抱的地址 破败的小区里 只剩下昏黄的路灯闪烁 街边破败而肮脏 到处是污垢 黑色卡燕停在其中 显得格格不入 必非烟一愣 转过头 神色复杂看着我 眼底是不可思议 你现在住在这种地方 我偏过头 心底微微一次 却若无其事 避开她的视线 甚至还能扯开 嘴角笑一笑 这地方也挺好的 没那么不堪 起码对我来说 是唯一可以租得起的房子了 不至于让我流落街头 只是当目光 触及必非烟的神色时 我本来就所剩 寥寥无几的自尊心 在那一瞬间 突然崩溃瓦解 慌乱解开安全带 我落荒而逃一般 想要打开车门离开 手指按上把手的那刻 身后低沉沙哑的声音 灌入耳中 和你男朋友分手 将音乐 顿了顿 必非烟的嗓音 老轻润 却在这一刻 带上了几分晦涩与疲惫 她仿佛叹了口气 回到我身边 再给你一次 伤害我的机会 你敢不敢要 久我没有回答 必非烟的问题 我逃了 必非烟的手机突然响起 我看清了上面的名字 也压下了心底 一瞬间的冲动 周易江 她的未婚妻的名字 如同一盆冷水 颇醒了我 必非烟在酒局时 问我有没有爱过她 这个问题 我曾经也无数次想问她 可是在我的父母 因为车祸身亡 留给我两具盖着白布的尸体 和巨额债物时 我问不出口了 周易江 就是在那时候出现的 她冷静地 阐述了一个事实 我的父母死了 家中倒台 而毕家依旧如日中天 我们已经不在门当户队 拿钱走人 是我最好的选择 几乎没什么犹豫 我就收下了那张银行卡 她说的对 如今我债台高筑 没有这笔钱 别说继续读书 甚至可能活不过 多少个日子 审时夺势 权衡利弊 才是我要做的 于是 面对必非烟当初 暴雨中的苦苦哀求 我只是冷着脸 毫无留恋转身 我以为我可以放下她 把她当作筹码抛弃 可无论是当初转身后 我在镜子里 看见自己发红的眼角 还是刚刚那个瞬间 我心底想要答应的冲动 都明明白白在斥责我的无耻 我拿了钱 也还清了债务 也就意味着我亲手断送了 属于我们之间的未来 我和必非烟 不应该再扯上关系 使我向工作室请了一天的假期 去墓地祭拜我的父母 却出乎意料的 在墓前 看见了一个完全想不到的身影 我大学时的老师 对我来说 一尸一母的人 看见我的那刻 他瞬间就红了眼眶 几步走上前 伸手把我抱进怀里 语调责备 动作却轻柔 你这些年跑到哪里去了 为什么和老师都不联系了 知不知道我有多担心 要不是 有人在班级群发了你的照片 我都不知道该去哪里找你 我呆愣地被他抱在怀里 说不出话 心底只有愧疚蔓延 当初用周一江的钱 还清大半债务后 我几乎寝食难安 无法面对身边的人 只好办理退学 离开学校 害怕流言蜚语 和各色的质问 我换掉了所有联系方式 找了个小城市住下来 遇见工作室的合伙人后 才敢回来 却始终不敢联系旧人 老师听我说完这些年的经历 抱着我的手更紧了些 止不住叹气 最后却又释然 没事 能回来就好了 飞烟也可以放心了 当初你和他分开好 一走了之 差点把他逼疯了 那孩子不说话 可是爱不爱你 我们都看得出来 这次回来 就不要分开了 我的眼眶不知不觉湿润 视线变得模糊 犹豫了很久 却始终不敢说出 我和碧飞烟 已经分手这个事实 时隔多年 我终于知道了 他是否爱我这个问题的答案 可如今的近况 我们都没有再向前走一步的资格 又聊了很久 直到夜色渐浓 我才送走了老师 失魂落魄地回家 踏到出租屋所在的楼层时 我的脚步一顿 门口站着个人 碧飞烟 十一半明半昧的光线下 碧飞烟靠在门口 垂眸望着地面 只见一点星红明面 听见声响后 他掐灭烟抬头 声音干涩嘶哑 将映月 你去哪里了 我被他眼底蒙中的 却在看见我后 又骤然消散的暗色惊讶 不自觉后退了一步 我下意识回答 就 出去办了一点自己的事情 长久的沉默后 碧飞烟捏了捏眉心 吐出一口气 伸手捂住脸 低声喃喃自语一般开口 我还以为 你又走了 我一阵 老师说的话突然在耳边涌现 当初碧飞烟在我走后 疯了一样找我 却发现 我换了联系方式 去了别的城市 找不到我的踪迹 他就每天在宿舍喝酒 把自己喝得烂醉 试图靠这种方式 来淡忘我 今天我请假了 又恰好没有告诉任何人 我的去向 所以 碧飞烟才会找过来 带着满身惶恐和不安 因为他害怕我再次和多年前样消失 有那么一瞬间 我的心底涌起一种冲动 让我想要义无反顾地走上前抱住他 然后 告诉他我不会离开 可是理智拉扯之下 我最终只是安静站在原地 不发一言 说不清过了多久 我才听见碧飞烟的声音 低沉而带着细微的雅意 让我进你家看一看吧 起码让我确认 你这些年是怎么过的 十二我和碧飞烟僵持了很久 最终还是敌不过邻居打亮的目光 让他进来了 刚刚换好鞋子 我转过头 毫无防备 对上碧飞烟漆黑 而意味不明的目光 他死死盯着我的眼睛 仿佛想看出些什么 没有男人来过的痕迹 姜应悦 你骗我 你根本没有男朋友 我愣愣地看着鞋棍 一时之间想不出托词 碧飞烟却在这短暂的沉默里 仿佛听到了什么好消息一般 高纯笑了 下一刻 眼前光亮一晃 碧飞烟将手机里的照片放大 递给我看 那间房子我买下来了 打亮着手机里房屋的陈设 我愣住了 这间房子 是我和碧飞烟大学住在一起的地方 屋子里的每一样东西 都是我在无数个深夜 一点点挑选出来 亲手摆放好的 我那是真的深刻相信 我们会永远在一起 永不分离 如今再看见 却只觉得恍如隔世 我垂在身侧的指节 钻得发白 心底漫开浓重对酸涩 勉强才能维持脸上的平静 你有未婚妻 不应该靠近我的 回应我的是碧飞烟的一声笑 仿佛从胸腔一出 那是假的 我没有未婚妻 当时为了让你吃醋 我才故意没有反驳 我抬起头 猝不及防 撞进碧飞烟眼底的暗色 汹涌难言 几乎叫人心惊 他刻意咬着字音 似笑似幼 将音乐 从始至终 我只喜欢过你一个人 顿了顿 必非咽脸去笑意 极漂亮的眼中 目光沉沉 压抑着微末的期待 那天的答案 你现在可以 他的话还没说完 就被我打断 拿出一直放在 口袋里的银行卡 我低下头 遮掩自己的脸色 艰难扯开唇角 然后一字一顿拒绝它 对不起 我收了周一江的钱 十三那日之后 我开始闭着必非烟 恰好工作室 接手了一个度假景区的 室内设计项目 所有人都要前往 我几乎没有犹豫就同意了 但等我真的到了现场 看见记者簇拥之下 姿态依旧淡漠疏离的男人时 我才后知后觉注意到 这个项目的承办方 就是必非烟的公司 我恍神的功夫 不知为何 原本聚集在必非烟身边的一众记者 突然涌向我 密密麻麻的话筒 递到我嘴边 这位小姐 有人拍到 你和毕总做一辆车的照片 请问你们是什么关系 毕总有未婚妻 那么你是第三者吗 我愣在原地 花了很久才勉强明白事情的经过 必非烟送我回家那天 时间很晚 又被有心人拍到了 我们坐在一起的照片 舆论发酵之下 记者蜂拥而来 一连串的问题 把我定住了 我张了张嘴 却发现自己 一句话都说不出口 周围打亮的目光包裹住我 几乎让人喘不过气 必非烟就在这时候 窝开汹涌的人群 把我挡在身后 遮住了众人的视线 他握住我的手腕 清冷的侧脸有些紧张 我听见他淡漠 却凌厉的语言 我并没有未婚妻 那是长辈一意孤行的错误 并没有得到我本人的同意 顿了顿 必非烟侧头柔和望着我 我和江小姐的关系 也很简单 我在追她 短暂的沉默后 记者中爆发出一阵喧闹 我不敢置信 看着必非烟 周遭的一切 在这一刻沦为黑白 人声鼎沸 落到我的耳中 却只剩忌忌 唯独胸腔内的跳动 震耳欲聋 十四直到被必非烟牵着手 走出大厅 我依旧很茫然 没有给我发问的机会 必非烟率先开口 当初的事情 我不想再管 如果你真的很需要钱 我反而乐意至极 她俯下身凑近 温热呼吸 喷涂在我的脸颊 因为我有很多 可以都给你 她的声线滴滴缠上来 带着几分蛊惑 怎么样江应烈 要不要来我身边 必非烟注视着我 目光专注而柔和 望尽她的眼底 还有微默的不安 是比多年前更汹涌的爱意 几乎让人不敢直视 我差一点就答应了 只是话到嘴边 却又哽咽般滞留难言 我尚未还清周易江的钱 那份钱对我来说 不仅仅是一串虚无缥缈的数目 更是一份绝境里的恩情 这份恩情对我来说太重要了 把我死死按在原地 让我无法朝碧飞烟走出任何眼 只能一次次拒绝她 这次也是 直到背对着 碧飞烟走出很远 我都不敢去看她刚刚的表情 脆弱又苍白 仿佛被抛弃的右手 走到转角处 我才听见身后清浅的声线 轻易就能消散在空气中 将映月 你真是冷心冷肺 我的脚步一顿 却依旧不曾停留 失误我和碧飞烟的关系 急转直下 即使在一个项目里 我们也很少再见面 我们擦肩而过 装作末路 明明目光相处 却如同从未相识 媒体大概也被打了招呼 无论是被拍到的照片 亦或是那日的浩大的财富 都没有被拨出去 我们之间的气氛 将知道工作人员 都有所察觉 私下偷偷拉住我询问 你和毕总吵架了吗 我愣了片刻 然后勉强笑着编了个理由 没有 我和毕总不熟的 一转头 却看见转角处 碧飞烟懒散依靠着墙面 垂眸淡淡看着我 她朝我冷冷勾唇 目光晦暗不明 确实 我们不说 插肩而过的瞬间 碧飞烟顿住脚步 她的尾音拉长 声陷浓稠而嘶哑 否则我也不会被你一次次踢开 甚至没有给我说话的机会 她转身就中了 几乎带上几分急欠 像是生怕 我又说出什么次然的话来 这是那个月里 我们唯一的一次对话 冷淡而生疏 那些刻在记忆里的回忆和话语 被掩埋之下 似乎也渐渐可以变得模糊 让我们真的变成陌生人 有时我会忍着心底的酸涩响 这样也不错 对我们来说都是好结局 直到我突然在一个深夜接到电话 电话那头很嘈杂 只隐约能听的大概 我却在听清的那一刻 如坠冰枯 耳中传来焦急的声弦 必非烟出事了 石榴 慌乱地在雨漠中奔跑 我难以置信 自己刚刚听到了什么 度假区的工作人员告诉我 必非烟在晚上入林巡查 却遇到了暴露 山体塌陷 她也失去了消息 一路跌跌撞撞地 跑到出事故的地方 我的身上满是泥水和伤口 纵横交错 我却无心顾及 蹲下身 我近乎疯狂一般 挖着脚下的泥沙 我不相信 不相信必非烟会就这样出事 她明明前不久 还鲜明站在我面前 眉目轻盲 却字字句句 蛊惑我回来 我还没答应 她怎么能够就这样消失 暴雨未险 好不容易挖出来的泥土 又顺着雨水滑落 回田入坑 无穷无尽 看不到任何希望 在第无数次尝试失败后 我的心底终于涌上绝望 铺天盖地吞噬了我 缓缓蹲在原地 我捂住脸 分不清脸上的 究竟是雨水 还是泪水 周遭突然传来惊呼 麻木地站起身 我浑浑噩噩转过头 却在下一刻 被人大力拥入怀中 熟悉的声音在耳畔响起 低沉柔缓 带着难言的心疼和颤语 将映悦 别哭 我没事 十七碧飞烟没事 山体塌陷时 她恰好处在出事范围的边缘 只是受了点轻伤 休养一下就好 坐在医院里 我垂着头部说话 碧飞烟坐在病床上 视线晦暗而炽热 直勾勾盯在我的身上 不肯离开 瞬间让我的耳尖发热 她盯了我半晌 才轻笑一声 语气笃定 将映悦 你肯定还很爱我 没等我反驳 碧飞烟继续说话 别急着否认 我只相信我看见她 如果不爱我 你为什么那么焦急地跑来 甚至受了伤都顾不上 掩藏很久的心 骤然被人剖开 我一瞬间有些无措 指尖蜷缩又放开 最后无奈叹了口气 我抬头直视着她的眼睛 心间突然慢开吻去 瞬间让我落了泪 碧飞烟的立刻收敛了笑蜜 手忙脚乱来擦拭我的眼泪 她轻声哄我 将映悦 别哭 是我的错 我不说这些了好不好 时隔多年 碧飞烟却依旧没变 我一落泪 她就服软 红着眼摇头 我急认真地望向她 指尖攥着衣角 用力道有些发白 碧飞烟 我想要一点时间 不需要太多 只要足够让我还清周易江的债务 几乎没有任何犹豫 碧飞烟就点了头 她一字一句起唇 嗓音如冰雪透彻 可以 只要你能回到我的身边 多少时间都可以 还未来得及回答 下一刻手机亮起 我看着屏幕上的名字 微微一正 周易江 终于来找我了 十八走进约定好的咖啡厅的那刻 我的脚步顿住了 咖啡厅里坐着的人 不止周易江 还有另一个人 碧飞烟的母亲 深吸了一口气 我在他们面前坐下 伸手推过去一张银行卡 站起来鞠了一躬 我真心实意 朝周易江道谢 谢谢你 当初给了我这笔钱 这里面是一部分 剩下的钱和利息 我会分期一点点还给你 我并不恨周易江 相反 我很感谢他 当初父母离世后 奶奶听到了消息 又发脑穴栓 情况危急 被送进医院抢救 是这笔钱 让手术能够继续 也是这笔钱 让我的父母得以下葬 周易江神色复杂地看着我 没说话 倒是碧飞烟的母亲 冷笑了一声 她的目光森冷 上下打亮了我一番 别以为还了钱 就可以嫁进币家 真是白日做梦 我看着这张精心保养之下 却依旧添了几条皱纹的脸庞 只觉得更加陌生 唯独她脸上嘲讽的神情 和多年前无异 当初真正逼我离开的人 其实不是周易江 而是碧飞烟的母亲 她的手段 比周易江更狠更独辣 她以我奶奶的住院名额 还有我父母的 下葬地位威胁 逼我离开碧飞烟 如今又来顾忌重施 我冷冷注视着她 平静开口 你作为继母 迫不及待要插手 碧飞烟的婚事 是为了给你的亲生儿子 牟利吗 她的脸色一变 提高了声险 别胡说八道 我面无表情收回目光 然后缓缓勾唇 难怪你不敢告诉 碧飞烟这件事 原来是怕算盘落空 顿了顿 我侧过身 露出从始至终 一直坐在我身后的碧飞烟 二十三年前 她来找我的时候 我曾经不小心 听见她打电话的过程 女人的声音恶毒 还带着隐隐约约的得意 把碧飞烟这女朋友解决了 我安排别的女人去接近她 是成后 我再让她闹事 这样 碧家就轮不到 她来继承了 只是她的算盘打得好 却没成功 碧飞烟对待所有女人的态度 都恶劣而冷淡 眉目拧着不耐 半句话不肯说 于是 她退而求其次 找了周易江 花言巧语 试图让周易江成为她的魁 从而控制碧飞烟 如今把这些举语 拿到台面上来 甚至不需要碧飞烟开口 她就已经脸色惨白 最终慌不择路离开 周易江在恶然过后 也向我们告别 她浅笑着开口 没想到我以为自己聪明 结果成了别人的剑 我追了碧飞烟那么多年 她也没动心 我可是大美女 才不会在她身上吊死呢 她朝我晃了晃手里的银行卡 弯起眼睛 那我就收下了 看着她离开的背影 我有些恍惚 过去了这么多年 当年的人和事 都在慢慢远去 再无相逢时 直到手腕骤然被冰凉 指节握住 碧飞烟的声线轻烈 还带着些许的沙芽 贴着耳后灌入 渐渐分明 将应悦 解决了别人的事 现在来说说我们 二十一碧飞烟 把我带回了大学时的房子 时隔多年 这里却没有分毫改变 我还没来得及细看 腰间猛地伸出一只冷白的手腕 掌心炽热 我一用力 就把我抵在了门背上 碧飞烟把我禁锢在怀中 距离极近 漆黑的眼睛 在明媚光线中 莫名勾人 她的声音低沉而阴雅 将应略 我一直住在这里 我一愣 后知后觉才明白过来她的意思 热意从脸颊生疼 我望着她滚动的喉结 忍不住咽了口口水 心脏狂跳 我避开她的目光 灭如开口 谢谢你买下这间房子 碧飞烟目光灼灼盯了我片刻 然后笑了一声 她牵过我的手腕 让我坐在沙发上 几乎有些咬牙切齿 当初出了事 为什么不来找我 偏偏要自己一个人扛下来所有 我沉默了片刻 最终苦笑着摇头 我也不知道 可能是年少的傲气 让我不肯低头 也可能是自尊心 零零总总 造就了我们蹉跎的岁月 接下的时间里 我向她讲述了这些年的经历 从分手的原因到独自的三年 碧飞烟极认真的听我说 只是到了后来 她忍不住红了眼眶 她几乎是雨带哽咽地 俯过我的脸颊 我后悔自己 为什么没有陪在你的身边 如果我在 你就不会吃这么多苦 我的心底一颤 用尽力气 才能避免眼泪流下来 碧飞烟抬手 将我拥入怀中 力度大的 仿佛想将我融入骨血 指尖却在颤抖 她贴着我的耳畔 柔声哄我 将映月 你可以哭出来的 大胆一点 只要你来我身边 泪水终于肆无忌惮地滑落 我反手抱住她 一片寂静中 我听见自己制色的嗓音 好 二十二 我和碧飞烟在一起了 从前被压下来的记者 采访视频 突然在这个时候被爆出 舆论铺天盖地 最终却在碧飞烟 公开的一句话里 眼齐息鼓 她发了一行字 简短却正中 一片平级荒芜中 你是最后的玫瑰 为了躲开流言纷扰 我和碧飞烟计划 短暂地在国外待一段时间 上飞机前 我们去看了老师 向来严肃不拯 优雅万分的女人 在看见我们牵着的双手时 险些落了嘞 她不住地点头 望着我的目光 都是欣慰 还好 还好 一切都来得及 我和碧飞烟对视了眼 看见彼此眼底的动容 我们一起朝着老师鞠躬 感谢她这么多年 记挂着我们 告别老师后 我和碧飞烟启程去了国外 她选的地方 是海中的岛屿 与世隔绝 却有几分震慑人心的 归为壮力 我们在清晨散步 在夕阳下欣赏过日 也在湖济生下拥吻 最终驻足在一片 小小的月色前 将双脚静默在海水间 我看着澄澈的水珠 转头对着碧飞烟 笑得眉眼弯弯 你在那三年 没想过放弃我吗 碧飞烟的侧脸 在水光烈焰下 更添几分轻了 她垂眸凝视我 眼底是刻骨的专注 她形状漂亮的唇 多了点血粉 你会放弃 自己的信仰和救赎吗 我愣了一下 下意识摇头 于是 碧飞烟唇边的笑意 就更深 轻烈的嗓音压的低沉 带着几分 你对我来说就是 那三年里的每一刻 只要一想到你 所有我以为的永恒 包括时间都不堪一击 我定定看了她片刻 然后在下一秒 扑入碧飞烟的怀中 月光难言 古海陷落 我和她相识于 缠鸣炽热的夏日 分别于寒凉清泻的雨夜 诸就两个人的遗憾 此去今年 长路漫漫 再回首 我的少年奔我而来 而我所求 不过是落于她眼底的一段流光 月色飞烟 雾色深深 照我心间 晚安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